刮书带落,安东尼试验悲情英雄,预阻死亡五定跨过詹黄据NBA记者Mark Stein一旦雷霆老鹰76人三方交易达成,老鹰承诺将裁掉安东尼,而田瓜将和火箭签下一份一年240万美元的老将底薪合同,据悉,田瓜空将修成火箭,组成新三具安灯炮。 另外,球队主力阵容可派出保罗加哈登加安东尼加戈登加塔克的死亡五定豪华组合,作为2003届白金一代,曾与联盟第一人詹默斯,并称为绝代双交。 两人曾在高中时代被认为世上最强高中生对决,进攻万花筒安东尼率领球队最终获得,赛后两人注定为一生之敌。 2003年选秀大会上,天之骄子詹姆斯被袭世选中为状元秀,而安东尼被绝金选中为叹花秀。 各分西东的超级新人,意味着两人之间的斗争将要拉开帷幕。 2007年詹默斯率队闯进总决赛最终无援总冠军,08-09赛季,安东尼率队遇上巅峰时期,科比最终西败遗憾出局。 高中时代对决此后迄今,在安东尼的十次季后赛之旅中,一共只有两次突破首轮,在2011年,田瓜选择回家创业,六年未果,直至2017年,他交易至雷霆与威少,乔治租成超级得分三巨头,上个赛季首轮出局。 如今雷霆长期续约乔治面临奢侈税,只能放弃昔日超级巨星安东尼,进攻端技术丰富,地位技术前属,柔和的手感,黑曼八,科比对安东尼极高评价,号称进攻万花筒。 安东尼职业生涯长均24.1得分,6.5篮板3.2助攻,职业生涯砍下最高得分62分,曾上宴单截33分。 安东尼同姐超巨詹姆斯已经实现人生大满贯,他的15年职业生涯获奖无数,33岁的老将年龄的竞争状态仍处于巅峰,上个赛季全勤出场扛着球队再次杀入总冠军,可是一人难敌群狼。 最终无缘人生第四冠,NBA历史各项记录被詹姆斯不断刷新,如今他极其荣誉一生选择,最后为了家庭加盟洛杉矶湖人,他的到来让湖人看到复兴的希望。 詹姆斯当媒体发布安东尼被交易老英后将可能买断消息发布后,火箭总经理莫雷向媒体透露火箭队安东尼表示好感。 上个赛季,火箭队在新科MVP哈登率领下,常规赛以65胜17部总成绩,力压勇士多德联盟比一,在西部季后赛抢7中,因为球队当加控为保罗因伤缺阵,最终遗憾输掉抢7无缘总冠军。 如今,火箭队打造一支攻防兼具的球队,外线保罗加哈登,内线卡佩拉加塔克,阿里扎出走太阳城,火箭封线位面临人才欠缺,如今西部封线位上詹姆斯、杜兰特、乔治等得分高手坐镇,若火箭队可得到进攻万花筒。 安东尼,从封线位上分析堪称完美升级,在昔日教头德安东尼的指导下,安东尼将重回巅峰,火箭将会升空冲出重围,死亡五定新灾计,火箭,死亡五定VS勇士死亡五小VS胡人五大窘客,你们会看好哪个组合,安东尼能否实现逆转跨过詹姆斯如愿获得总冠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